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 他吃三才会吃腻的 他就说要吃有乳看不见乳 有肉看不见肉的东西 那个厨师就想办法 就把这个乳肉剁成泥 做成这个乳丸 但我们乳丸必须用这种 鲜活的活鱼现做才行 都是我们湖北淡水湖泊里面的 淡水鱼 草鱼 草鱼它鱼肚肉和鱼背肉 是非常鲜嫩肥美的 所以做成鱼丸吃出来的口感 也是那种软糯鲜嫩的那种感觉 先把鱼的肚子破盖 把内脏取出来 只留鱼背和鱼肚上面的 那一块精华的鱼肉 不用打鱼 它只需要把那个皮一拉 鱼鳞就全部给下掉了 我们这吃壁 可以说家家都会做 这四条鱼就这一点 就这一点肉 鱼肉只能起三两五到四两 鱼丸其实全国有很多种 大部分地方 比如说像福建潮汕 他们都是用海鱼做 肉是比较硬 而我们的鱼丸是用的淡水鱼 咬到嘴巴里面 你只需要用嘴巴这么一米 像云朵一样比较软嫩 这个蛋黄不要 只要蛋清 这还得再打多久 这两分钟 让它散进了 打个十分钟 哎呀 打不动了 如果安 鱼丸也要人解也有机器 机器做的就没有鱼丸做的好吃 这个鱼糕油丸是不是只有南湖北有 鱼糕油丸湖湖北的特残 别的地方没有啊 别的地方没有 好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